我们人要懂得面对烦恼 烦恼是一切苦难的聚合点 点越多,你的业障会越大 当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心在受苦 当我们的心想通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脱离了苦难 想一想我们生活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没想通 一定要打官司 我恨死他了 我哪怕倾家荡产 卖房卖产 我也要打官司 天天痛苦难受 等到终有一天想通了 无所谓了 哎呀,这么长时间 他已经不跟我搞了 我也不愿意再去跟他搞了 算了,算了,大家不打官司了 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会觉得 自己很释放 自己会很快乐 所以要靠自己解脱 记住了 当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肉体在受苦 是我们的心在受苦 所以想通了就脱离了这些苦难 人间的苦 像厄运一样 所以心经告诉我们要 度尽一切苦恶 不要让苦难生成 就是不要让自己心中 有苦有难 在自己存在在自己的心中 要去除苦难 不要让他在心中产生痛苦 就不要去恨别人 所以不制造苦难 也用不着去灭除苦难 这就叫不生不灭 感谢观看